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很感謝Job Market 讓我們有這個獎項、這個樹榮 也都進一步印證了我們過去 佳話國際在作為良好僱主 這方面所作的努力一個肯定 我們佳話國際完全同意這個說法 員工確實是我們公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資產 那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我們人才的措施 政策上全方位體現了人才的重要性 無論在發掘、培育、挽留人才方面 我們都希望全方位去照顧到人才的重要資產 這個重要性 公司一直以來我們都很強調 要留住員工其實要留住員工的心 能夠做到一點才是一個成功的人才策略 今時今日我們其中一個很強調的措施 就是家庭友善的一個措施 我們希望透過一連串的項目 能夠將公司的品牌 公司的經營的宗旨 可以讓他們的信念和核心價值 透過員工伸延到他們的家人 我們亦都透過家庭友善的項目 我們譬如實施了五天工作制 希望員工有更加好的作息的時序 我們都在公司的辦公室裏面 設立了暴雨房 讓放完產假的同事 他們可以很安心在暴雨房裏面 去收集暴雨 以便他們回家的時候 可以為暴嬰兒 我們都有一些CSR的項目 我們都是開放 很鼓勵員工的家人可以一同的參加 一同去到為社會公益作出努力 我們很明白員工都希望有向上流 和發展的空間 所以我們在人才培育措施裏面 我們都積極地發掘有優秀表現 而具有發展潛力的員工 去進一步培育 讓他們在工作上掌握到更多知識 更理想的技能 同時我們都相信 員工發展不只是局限了 而是升遷的 我們都很相信接觸面的擴闊 技能的提升同樣重要 所以我們都有不同的措施 例如一些派駐的計劃 輪值的安排 以至到讓員工的發揮 可以更加全然 同時我們都鼓勵 新加入公司的同事 尤其是年輕的同事 我們很強調三個開放 第一 開放他們的眼界 看遠一點 看闊一點 第二 開放思維 要獨立的思考 獨立的判斷 不要太過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第三 開放他們的胸襟 強調不要太早跟別人去比較 自己實事求是去發展 這個三個開放 其實對於新加入公司的同事 開展市入階梯的同事 是很有啟發性的 《啟發國際》一直都秉承著 取資社會 勇諸社會 這個宗旨 所以我們很樂意參與 在其他社會責任不同的活動裡 我們都很積極地 跟我們的社區結連起來 希望我們所作的努力 都讓社區可以認同 我們很相信透過CSAO的活動 是可以認罪到一班同事 是更加強的一個團隊合作精神 讓不同的部門 甚至不同地區的同事 可以一同參與其中 除了實踐到 企業社會責任之餘 更加是強化了那個團隊精神 我們都盼望透過這些CSAO的活動 去延展到同事的家人 讓同事的家人 同樣可以分享到 我們這方面的理想和貢獻 我們加碼國際一直都強調 內部要有很緊密的溝通 團隊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透過定期舉辦 不同的工作坊和一些分享小組 我們會加強 員工內部的溝通和協助能力 我們亦都會定期在我們的Jsense 舉行一些座談會 邀請外界不同領域的 結出的人士分享他們的經驗 用意是希望員工可以在他們工作以外 進一步增廣他們的學識和見聞 以至可以幫助到工作 能夠更加順利地去推展 當推行人才創新計劃的時候 我們會面對同樣很激烈的競爭力 各個行家各個公司 其實都在爭奪人才 所以我們很相信要克服這些挑戰 我們更加要積極去聆聽 員工的聲音、員工的訴求 打通公司內部溝通的渠道 廣立不同的意見 我們很相信這些意見 會讓我們有啟發 可以創建出更加有效的 人力資源管理的措施 另一方面 我們都會和外界的同業 合作了解 今時今日不同的行家 有什麼新的措施 我們可以去採納 不一定是需要直接搬過來去用 但是這些精神 我們很相信可以幫助到我們 精益求精